没错 显于各位观众朋友 下周从预报资料看起来 的确是有一波比较强冷的空气 要来影响台湾 原本预计这波冷空气 可能会来到寒流等级 但是最新的资料看起来 它的强度应该就是落在 大陆冷气团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也就是台北的低温 大概落在10到12度左右 什么时候影响台湾呢 就是在下周一的晚上开始 一路到下周四的时间 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结果我们讲了 未来这几天到中午假期的天气 都是跟今天比较类似 没有到那么冷 比较凉一点点的天气 甚至比今天的天气再好一点点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包括了 北部东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 当然云层量还是比较偏多 部分地区是有一些降雨状况 但是雨量并不多 也因为云层比较偏多 所以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今天其实整体来说 白天的温度也稍微 比较上不去 落在19到23 24度左右 但是你可以看到 水气比较偏少的 像中南部地区 今天还是好热 今天来到了25度以上的高温 甚至南台湾的部分 几乎都是来到将近30度 甚至直接飙迫30度的温度 明天告诉您 全台的天气还会再更热 为什么呢 透过了台湾语图 告诉你原因了 我们透过台湾语图带你来看 因为明天不只是偏东风 还会带进了更多的东南风 甚至是偏南风上来 第一个雨区从 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 会慢慢转移到 花东还有恒春半岛 北台湾明天有机会看到阳光 好好把握 但是很快得到 明天的深夜到周五这段时间 又一波冷空气南下 而且在冷空气前沿 是有一道微弱的封面 所以北部地区呢 看起来这周五开始呢 降雨又会再度出现 四雨区图 带大家进一步来看 雨量很多嘛 看起来都不是到 那种滂沱大雨的这个程度 明天整体来说呢 北台湾的降雨 大约只会转移到 剩下整个大台北的 东侧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已 明天主要 余下比较多的地方呢 还是落在 转移到 花东的沿海地带 还有恒春半岛 然后周五过后我们说了 因为东北季风再度增强 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又会再度提高 但是很快的 来到周末假期呢 东北季风就会开始慢慢减弱 包括温度的部分会回升 还有降雨的状况 也会开始减少 好 温度曲线 现在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了 你可以看到 明天明显的 因为高压回流的一个天气形态 温度回升回来 明天北台湾的观众朋友 请好好把握 可以来到24 25度以上的 白天比较温暖的温度 虽然周五又有一波 新的冷空气南下 但是这波冷空气不强 所以呢 北部 东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呢 白天高温还是可以落在 23到24 一晚清晨16到18度左右 反倒是下周 冷气团要报到了 就是大家要稍微注意的重点了 你可以看到 到下周一的晚上开始 温度就开始往下掉 来到了下周二开始呢 白天的高温只剩下14度而已 而且呢 中南部地区的温度曲线 就要进一步带来看了 后来这几天还是热 但是呢 我们不断提醒 下周的这一波冷空气 一定要留意 因为呢 一般比较弱冷空气 中南部地区没有什么 太大的天气变化 但是下周明显的 就连中南部地区 温度也往下滑了 到时候跟现在这几天呢 将近30度 甚至是超过30度以上的高温 到时候落差 有5到8度这么多 是蛮大的变化 所以呢 冬天的衣服 大家不要急的时候 因为看起来 下周还是有机会 用得到的 姐姐明天各地的温度 要提供给您 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明天 好好把握好天气 白天高温 20到24度 中部地区一样是好天气 但是清晨 比较容易有浓雾的产生 南台湾的部分 日夜温差大 白天比较偏热 但是夜晚清晨 还是比较凉的 东南部地区 明天是迎风面 尤其花冬的降雨几率 比较偏高 李老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白天高温 14到19度 以上就是姐姐的气象 大仔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